車輛行經市民大道六段 要往基隆路方向 過去得先繞到旁邊的小巷子 經過巴德路四段 不只多了兩個紅綠燈停等時間 尖峰時段也造成當地交通大打劫 現在市民大道確定全線貫通 用路人不需要再拐彎抹角 請捷柴 騎車可以少等大約80秒的時間 那機車因為有兩段是左轉 才能再轉回來 所以至少再節省170秒的時間 所以通了以後 當然是對我們整體的交通 還有整體的一個環境 空屋這邊大大減少 延宕十年的交通問題 在里長爭取和協調下 總算讓這條300公尺的連外道路 順利打通 預估可以幫駕駛 損下至少兩分鐘車程 也宣告市民大道一到八段 全線雙向通行 成為台北市名符其實的東西向 重大幹道 既然那麼重要就不要在邊連路預算 就用二杯軍解決掉 我想這個開通以後 對整個交通的改善會相當有幫忙 那對這附近什麼繞合夜市 等等都會相當有幫忙 那這是市民大道最後一塊拼圖 那以後市民大道就算是全線貫通 市民大道全線通行 疏解八德路車流 但市府也提醒駕駛朋友 未來從市民大道往基隆路方向的車輛 嚴禁左轉基隆路一段 請民眾確實遵守 以免受罰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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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